各位童心 現在開始上課 請大家就坐 謝謝 各位 現在的平安 大家辛苦 哇 不簡單 突破心靈的障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是高砂祖 我太太是閩南塞雷休假 聽說蠻漂亮 但是以我個人是非常漂亮 因為她是我太太 但是在三十多年前 三十幾年前 他父母親說 蛤 你跟那個煩仔亂愛啊 這樣不行 哇 所以她也被軟禁了好幾個月 等於三十幾年前 那個觀念要突破 實在不簡單 就像我們今天來到臺灣民政府 也是一樣 以前的觀念 要解除今天臺灣民政府的觀念 如果沒有清清淑淑 那個觀念 特別七十年的觀念 或是你是四十幾歲 也是幾十年的觀念 要改變做臺灣民政府 加入臺灣民政府所有的法律的論述 真的不簡單 所以一個要突破觀念 雖然不容易 但是你能夠適時的明辨是非 然後追求事實 研究事實的真相 這個改 過去的這個觀念呢 一定會逐漸會調整過來 是不是 一樣 所以 今天 我們做一個最大的改革者 也是秘書長所講的革命 什麼 這樣有人 大家一起講 革命 就是這樣啦 所以今天 我們來看看 我們初級班上過了 進入到高級班 可能有一些是因為 輪班沒有辦法調好 或是剛好時間不恰當 先上高級班 然後再上初級班 也沒關係 我們今天來思考 一體兩面的 流亡中華民國政權的 一些的大大小小 當然用一個鐘頭多的時間 論述 一定會講不完 而且是會更多的困難度 也在我們的心中 所以 第一次 頭一個 家具的心中的疑難問題 你們要重新把它記錄下來 那記錄下來 然後有空 或者是跟 碰到同心 或者是回家的時候 跟你自己的 郡守裡面 或者是在你的州 或者是在我們高砂祖 自己的同心裡面 繼續討論 如果沒有繼續討論 也是在那裡觀望 很多人為什麼 我們上過課了 還是停滯在 自己心中還沒有辦法 突破的這些疑難問題 還在繼續觀望 那有的說 在那裡夠了 六歲 七歲 八歲 好像有什麼動靜 然後才慢慢的 這樣沒差更 所以我們既然進入到高級班 我們必須要強化個人自己的心態 重新建構 我為什麼參加 是怎麼接受 臺灣民政府 這個重新再整頓 也可以在你的memo裡面 繼續記錄下來 這樣以後 幾個月 或是半年 或是三個月以後 再回顧 你在初級班 高級班 所上的課 你所記錄的一些問題 重新看的時候 這個叫做讀書人 這個叫做讀書人 讀書人 隨前有的沒有到中學 還是高中還是大學 也沒關係 因為農夫有自己的塔菜郎 那在漁夫 有自己的觀點 這個觀點是教育基礎上的一個重點 而不是現代給你激化 或是現代的人給你刺激 當然有一些會受影響 但是關鍵性 還是個人為主 那個人為主 就是把自己的觀念 角度 重新來看買 那這個角度假如說 弄不好 我們再看看這個角度 角度不一樣 這個角度也是要看自己 也沒有花時間 這個就是讀書人 那高砂族很多人說 高砂族很多人說 高砂族在30多年前還是40多年前 我到斗七的時候 哇 現在一個北隊的少年了 煩了煩了 你再講我就出草了 哇 出草啊 哎呀那不得了啊 真正我在40多年前 在廟裡大福 在那裡讀書 讀書的時候 我坐在中方 架別人也是女同學 倒別人也是女同學 前面後面都是女同學 所以客家人說 他們說 煩制煩制 我們當中有 學家人嗎 有嗎 不怕吧 煩啊 煩啊 煩字欸煩啊 然後說 堅 Apart去得見 清白老 過去一點 好討厭 然後我在坐過來的時候 旁邊的女同學 腳腳去哪裡 親戴腦 真快會吹鼓 我說你再說 我就殺你 他就愣住了 還好沒有小刀翻刀都沒有 那只不過是 讀書環境的一個困境之下 那就是因為在流亡政權 教育之下的一個困境 今天我們台灣民政府 不會到這種地步了 改變到非常 大家一起互動 不一樣的族軍 不一樣的北隊或是香港人 不怕 一起來 像這樣的就在民政府可以看見 那當然這個是蠻大的工程 所以我會把它當作說 我們今天在做偉大的工程 那我們現在台灣民政府 對台灣的將來 也是我們繼續打拼來做 真偉大的工程 那偉大的工程 不是用口號 就是要看個人 自己在繼續做 那今天我們看看 我前幾天聽了 美國眾議院跟參議院 民主黨跟共和黨 他們在這些議員針對 針對 亞太還有國務卿的助理 副助理國務卿 那他們就針對 台灣關係法的一些問題 因為35周年 然後這一年是35年的台灣關係法的歷史 那他們針對一些 對台灣的將來的政策 非常很細膩 問了一清二楚 問了兩分鐘 就是兩分鐘 沒什麼感情 時間就是時間 所以我就在想說 但後來也是要學習 對不對 就是這樣的關係 我們將來執政的時候 不論各位當任何的職位 我們的時間跟 我們的提出的問題 我們可以從這幾個問題來思考一下 那他們怎麼去討論呢 那當然 代表官方國務院 有一些詞句是模糊狀態 回答 結果一些議員說 馬上打岔 不是 我不是問這個問題 你不要說那麼多 我要針對這個問題 然後這個被問的 副助理國務卿 他也停頓 所以那個民族素養 真的是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 那當然這一些 就像類似說 有些委員在談到說 不要講那麼多 因為我的時間有限 I'm running time My time is up My time is short 類似說 我時間蠻短的 這幾個都是幾個委員在針對官方所回答的問題 針對問題 具體的問題來作答 所以他們都是用簡單 惡藥的 就在這個 我想可能有些童心在網路可以抓 他們在問的問題 還不錯 這個將近一個鐘頭的時間都可以學習 那今天 同樣的在安倍晉山 從去年到今年 對他們的憲法裡面也很清楚 因為他們的憲法只有自衛隊而已 沒有辦法進攻 假如別的國家來進攻 你只有等著死而已 你只有等著沒有辦法反攻 這個他們在 麥克阿瑟的時代的時候 把修訂為 這個 當作是和平的憲法 以後就不要作戰 被受制於在美國的心態裡面 但是還好麥克阿瑟在那時候 雖然 戰勝了日本 但是他 自願留在日本五年的時間 幫助 幫助於日本怎麼去建構他們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的那個 那個心和如何去建構新的日本 所以麥克阿瑟也是不簡單 能夠留下五年一起建構日本 那今天我們同樣的 那喜歡台灣獨立的人 台灣本來就是有主管獨立的國家 講得非常 正正有詞 我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我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我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是 台灣獨立是非常強 我在三年前之前呢 三年前之前 我也是台灣獨立非常強悍的 我們在黃國土地的時候 正民運動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稱原住民 原住民在那裡 行我頭對的時候 在那裡行我頭對 到 台北起來 頭一次 1988年的時候 第一次 那時候我們稱原住民 第一次走街上 進入到 台北郵街 哇 很多原住民說 來喔 去喔 行我頭對 結果我們在那邊看一場 黃我土地 黃我土地 有人說 奇怪有人不一樣的聲音 是什麼 行我太太 行我太太 奇怪 不是行我頭對 哎呀怎麼說黃我太太 原來他的太太已經跑掉了 被平地人 不知道帶到哪裡去 所以說 黃我太太 那當然他們也是 蠻有趣嘛 高砂族就是那麼風趣的人 當然也不是故意說 我的太太給你不需要 那 所以今天同樣的 既然 日本 還把這個憲法 修正到他自己 真正的 將來可能成為大日本帝國 很多附近的國家說 大日本帝國 又會出現 而且 有的美國就 會怕 怕到什麼地方 那台灣 跟 日本 跟大日本帝國 跟大日本帝國跟台灣一起的說 哇那更強 因為裡面有 高砂族 哇 高砂英雄軍 有聽過嗎 有聽過嗎 不得了呢 我媽媽的第一個先生 他也參加了高砂英雄軍 也在太平洋 跑到經國神社 那個感情 不一樣 哇真正日本人 高砂族 也是日本人 但是 去年我們又去日本的經國神社的時候 有一個將軍 他退休 日本將軍 他就講 一些 高砂族 英雄軍的故事 他聽到 而且 當論到 那個高砂族 也是 流眼神 是怎麼流眼神 他說 若不是一個高砂 幾個青年 救我 我的命 不會活到現在 反而那兩個高砂族 犧牲 來救我 他們犧牲了生命 來救我 所以他 想到 那個台 那個高砂 那個經驗 在那裡流眼神 所以他真的很重視 高砂族的存在 沒關係 今天 我們台灣民政府 也是中心 非常 對高砂族 也是跨黨 非常的看重 那不只是高砂族 來得 咱的 隆重 無論是 什麼 種族 雖然不同的族群都沒有關係 不是只有高砂族 台灣民政府 都是跨黨 代家 是不是有這樣的看法 這個 這個都是 我們 今天 來到民政府的一個最大的恩典 跟最大的禮物 不分族群 不分任何 只要 為台灣 為我們台灣後代 為我們台灣民政府 建構的 我們都在做 偉大的工程 所以 那我們看看 有幾個 台灣 中華民國 流亡政權 那有的說 國民政府 撥遷到 台灣 什麼撥遷 多忙就是多忙 逃亡就是逃亡 今天 逃亡的人到你的家裏 然後 在那邊 因為你的恩典 你的 幫助跟你的憐憫 去幫助他 幫助這個逃亡的人 在你家裏 過三十年 還是四十年 後 後 五十年 後 都沒有人 跟你說 這個逃亡 我也是有管理 來確定你的逃亡 這樣有合理嗎 這樣有合理嗎 當前沒有合理 一個逃亡的人要決定你的土地 那我這樣的事情 有 這是中華民國 就是中華民國這樣的人 來到這邊 他逃亡的人 搜刮所有的台灣 搜刮所有的資源 地位 官位 公教人員 搜刮一大堆 然後把錢送到別的地方 這個就是逃亡的人 這個觀念 我們以為是 Long Gate 還好 我們到民政府的時候才知道 這樣的屬性 我們來到民政府才看見 流亡 中華民國的真正的面目 69年的殖民政權 那有的說 我們今天就是要突破 今天的一個 事件 我們看看有一個 數目 都是9 我看看到底有幾個 100 1120個字當中 1120個字當中 有一個字不同的 對不對 怎麼快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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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是九 都是Q 九 偏偏有一個八而已 那今天我們也是在中華民國體制下 有時候也會碰到這樣的問題 哇 總是中華民國 哇 我是中國人 也是台灣人 這個被壓制到很多事情 扭七四十 然後恐怖分子 二二八事件發生 都來 就是因為都被他們壓制 當然這個是遊戲文字 只是做一個比喻 今天中華民國原來是在 當初的1912年成立以後 那在聯合國是參與五十一個國家 那常理事會國五個國家的當中的一個 那只不過是在二十六年的時間就被踢出來 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二十六年在1971年的時候 十月二十五號 那聯合國就決定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 所以那時候就中華民國就討論 哇 這個太大 這個相片太大 旁邊是蔣介石 這個看不出來 他們說漢賊不兩立嘛 不是嗎 他就說你只要在我就不要在 那實際上有幾個國家說你們兩個在一起 結果他自認為是高等 高一等的 所以他自己跑出來 所以蔣介石集團原來本來要到越南 那越南不接納 那在美國的幫助之下就逃到台灣 那但是這個是國務卿 字能不能小一點 呃 台聲 字小一點 那相片就可以小一點 這個是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 他講的非常出名的一句話 假如沒有人向你求救 求一個問題 或是責備你一件事情的時候 表示你的領導方面的能力已經慢慢消失了 那其實你做一個官員 很多人在批判 那表示你的帶領作風還是有一定的地位 不要以為說全部都服服貼貼 那當然將來我們執政的時候 應該有更大的改變 不過鮑威爾說 只要沒有人向你求救任何的問題的時候 表示你的領導能力已經消失了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那一天 就是已經不是領導他們的時候了 不過最出名另外一個 說在2008年 美國國務院回復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 台灣的一句話說 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那鮑威爾他也講說 台灣不是一個獨立的 也沒有享有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也是講得非常清楚 那今天有那麼多的中華民國的一體兩面 還好我們可以突破了中華民國這個政權 是什麼原因是什麼事情可以突破 可以誇出中華民國對台灣到金門馬祖 是哪一個是我們台灣民政府 所以今天台灣民政府給我們一條真正的活路 那有的人說維持現狀 有的人說要獨立 有的人說統一 那這一些的問題都是混淆在整個 我們台灣人民的身上 那還好我們來到台灣民政府 可以看見台灣民政府 讓我們那一條真正的活路 那這一條活路就是 讓台灣進入到國際地位的正常化 這就是我們台灣民政府的目標 讓台灣進入到國際法正常的地位 這個是我們整個目標 所以既然有這個目標 那秘書長很謙卑 那實際上秘書長當初在2006年10月24號的時候 控訴美國 那他一直到現在 沒有把這個貢獻歸於自己 反而他講了 秘書長講得很清楚 不是只有228人來控訴 來控訴美國 是我們所有的台灣民政府的人 在控告美國 有信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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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也帶著給我們這樣做更大工程的一個責任 所以今天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從新來建構我們 那控訴以後呢 我剛剛所談的這個安倍呢 他最終要去年4月28日 主權回復日 這也是日本因為台灣民政府的存在 因為我們秘書長也點著日本天皇 也點著點醒了日本人特別是安倍晉三 他的助理也來過我們台灣民政府 跟秘書長談的更深度 所以就改變這樣的觀念 那只有把現在的日本憲法要改 那要改就是因為依照國際法戰爭法 所以安倍晉三就是用這樣的事情 那我們也希望著在我們4月28號 我們在秘書長已經講過了 我們在自由時報 大的報紙會登出我們台灣的 所以今天提醒我們推動台灣主權回復是 提醒日本政府及日本人民 那恢復主權國家 那有一些是不完全了解 但是像這個殘餘主權 有的人就不知道還有什麼剩下的主權 那就是因為日本天皇還沒有做 重新再建構 雖然1945年4月1號已經頒布招書說 台灣已經成為日本不可分割的土地 而且是陰陰彎彎 那但是今天日本政府 今天日本政府跟天皇不一樣 所以在重光潰 三次秘書長也給我們的重光潰 他是代表日本政府也代表日本天皇 來簽署這個條約 馬關條約的 所以因為到現在還沒有重新做更整體的 因為既然日本戰敗了 那把日本天皇 那 Suspended 就是懸掛在那邊 但是他不是說放棄所有的土地權 所有權 沒有 日本政府只不過放棄管轄權 真正那個守護官就是抵日本天皇 這是台灣民政府 我們秘書長給我們常常交代的意義 所以還沒完整之前 所以還是有殘餘主權的意義在 那我們也要除了給我們最大的工程以外 我們本身自己也要做一起配合 為什麼說服我們的親朋好友 參與ID身份證 台灣民政府的申請 跟受訊4000名 這也讓我們更清楚 我們本來就是本土台灣人 我們在我們跑到山上的時候 合格的國三族 我們的國三族同胞 都在那邊討論 不管怎麼樣 是誰 無論任何來掌控台灣的國三族 原住民 本來就是台灣的豬郎 我說你 我們雖然說自認為是台灣的主人 你也要表現啊 總不能說口口聲聲的 喔 這個台灣都是我原住民的土地 不這樣啦 這都是感情的對不對 這個都是用感情 這個土地是我祖先留下來的 你怎麼能說我以前的土地是那麼大 一座山 今天不是啊 不是你的名字 是白人的名字 這個都是要看誰 誰住的名 而且誰寫的名 法源 法理裡面 一定寫得清清楚楚 所以所有權的名單 名字 就很清楚 這個土地 那個土地是誰人 那個土地所有館也是有名 今天是台灣的所有館 就是在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所以這個所有權 是非常 一個巨大的證據 如果沒有那個建古 我們怎麼說都是免談的 所以Gnazid我們也要負起這樣的責任 那今天我們看看 一體兩面的中華民國政府 實際上是是是而非的殖民政權 是怎麼是是而非 看到人就說什麼 看到任何的不同的人就說什麼 也可能說看鬼就說鬼話 但是我們高砂族都會 都會稱為這個老馬 馬英九這個 把我們原住民當作人看待 有的人說 還不錯 我們把他當作猴子看待 有一天猴子會被我們吃掉 他真的要 高砂族 什麼動物 都吃得很好 只要你們有環保的 只要你們有環保的 把你倒下 因為在山上的 特別是不同族群 前幾天我就吃了那個 很不同視角朝天的 是蠻蠻好吃的 那這些小動物 在我們高砂族面前是一定會投降的 不過我跟我太太說你吃一下 喔 不敢吃了 以前會吃 剛剛結婚的時候 什麼小動物都會吃 那現在是 我慢慢保養了 這樣 好 題外話 那我們看看 在這一段的年代裡面 那流亡政府 原來 一直把中國當作自己的土地 有沒有 中華民國的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 是因為 沒有記載在台灣這個字上 都是說中華民國是連 中國 蒙古 西藏 都是中華民國的土地 亂來 跑到這邊亂來 這個就是 自認為說 哇我們看 中國 大中國的時代 我們在小學 或者是中學 高中的時候 講了那麼多的中國歷史 講了那麼多的中國地理 但是 自己台灣的地理 和歷史 都不知道 那我就 我就問一個 平地的同學說 你知道司馬庫斯在哪裡嗎 啊 司馬庫斯啊 在 在外國啊 因為有四個字 你們有聽到那個司馬庫斯嗎 喔 尖叫鄉 新竹尖石鄉 最裡面的司馬庫斯 一個部落 他們 他們 共同經營 就像 以色列的 其夫子 以色列 其夫子 是他們很多 共同經營的 那共同經營 他們做了更多的設備 而做了更 更有 非常 特殊的 就像 就像今天以色列 本來都是乾旱地啊 最近 我也看了 一些的新聞 他們在報導 他們也在論述這個以色列 怎麼那麼乾旱的地方 還是可以種不同的樹木 而且種的樹木也把它連起來 然後這個根呢 只有那一顆樹木才可以扎根在根裡面 然後會來出更好的水 而且這個水非常乾淨 那這樣的科學 文明科學都在以色列 因為他們研究更多 那將來我們台灣民政府 看起來好像 喔 我們的生活 這裡困難 生活都困境了 但是 有一天 我們台灣民政府 那秘書店雙雙說 我們把最好的 最精華的 全世界最好的 專業人員 我們需要的 我們 因為台灣將來是錢多多 所以一定會請更好的專業人才 當然我們在做的 你繼續做你的專業 一定有一天 會對台灣民政府有更大的貢獻 那今天 中華民國流亡 我們看看那麼多的 今天中華台北 或者是競爭到奧運 這些都是棒球的 你看 好高興喔 說我們中華台北 但是 為什麼會說 台灣加油 沒有說中華加油 但是到國外 到底是中華 中華台北還是台灣 在台灣也是一樣 是中華還是台灣 好像一體兩面都好好的 這個都是給我們混淆 所以 這個中華台北 的確是 困頓自己的處境 因為 中華民國在執政 在用它自己的掌權 那我們 改變 只有 結束中華民國 這一些的 一定會更大的改變 這樣好嗎 好 好 請求高砂族 對棒球 對體育方面 不輸 國外 為什麼很多高砂族 以前 他們有體育 就像陽川廣 或者是 其實不是 什麼金木 還有棒球的 宇鴻開 他們這一類的老前輩 到最後 因為 流亡政府 政府沒有把他們栽培 沒有給他們繼續栽培 然後又 生活 非常的困頓 到最後 濕著濕著濕著 我好你感知 每天都是濕著濕著 難怪有的平地人說 你們高砂族 都是人酒 我說到家來 沒有人酒 背對 也是有什麼人酒 為什麼只有高砂族 這個都是 在 中華民國的政管裡面 巨大的傷害 爛台灣人 不是只有高砂族 都是爛台灣人 這樣受害 所以要改變 改變這樣的中華民國 很難改變 民進黨 要改變中華民國 阿扁在那 要改變中華民國 有改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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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你看看 你看看 我最喜歡 我台語雖然不是 不是六 但是我講一句話 給我更大的感觸 阿扁 第二人 在那 我選過第二人的總統 就是流亡政府的這個 所謂的總統 實際上不是總統 是領導者而已 好 我那個高砂族的牧師 也是在那 來選阿扁 這樣好不好 好 我高砂族的牧師 在那 也是一樣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在那跳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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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到 阿扁說 這樣選我 還是 你選 選我的時候 要改變 中華民國 因為中華民國 要改變做 台灣共和國 這樣好不好 好 哇 隆重的 在底下台下 這樣好不好 好 哇 哇 感動 但是 當選呢 然後很多人就在告訴阿扁說 欸 我也跟阿扁照相過耶 我沒有帶相片 在2000年的時候 剛好 我代表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重要的幹部 跟阿扁在那邊照相 我把聖經聖詩 還有我們 太兒族的那個 是由我們太兒族編出來的 非常漂亮 就交給阿扁 加油啊 你要照顧我們原住民高砂族 那時候稱原住民 然後我們不是有定定那個 主體聯盟 定定 夥伴關係嗎 這也是我們從原住民開始 刺激給阿扁 哇你好啊 結果等了多久 還沒看呢 我找不到就是找不到嘛 沒辦法 沒辦法 結果才發現 我本來不知道 你看 2000年一直到 前年 我才知道耶 你看 2000年到 前年是 2012年 十二年的時間耶 我到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才知道原因耶 是怎麼阿扁說 我做不到 就是做不到 做不到 別人也做不到 也是一樣 是怎麼原因 這個秘書長就告訴我們 知道什麼原因嗎 那是在中華民國架構之下 那是在中華民國架構之下 這樣還沒搞 還有沒有 對 好我們來思考一下 阿扁說 我是中華民國第幾任總統 在這邊就是 我要效忠中華民國憲法 我要幫助中華民國國民 然後我要實現 中華民國的憲法以外呢 還要 帶動這個 當然有一句話是 有四個問題提出來的 那這個四個問題提出來以後 他就在那邊就任典禮的時候 有這個誓約嘛 那違背誓約任何一條 那邊有一百零四條在等他 一百零四條是什麼 你知道嗎 違背誓約者 死路一條 當然阿扁說說我做不夠 就是做不夠 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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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沒有改變嘛 所以那是另外 他真的改變 他也沒辦法改變啊 因為死路一條 也是一樣 所以同樣的 以為是 中華台北 在中華民國 在一體兩面 是是而非之下的生活呢 真是非常的困難 也是危險 那今天 我們看在 為什麼美國 委託了 治理當局台灣 實際上 蔣介石本身自己 他想要 永久佔領 這個台灣 那永久佔領台灣呢 蔣介石用什麼方式呢 那當然就是 透過 英國 美國 邱吉兒 羅斯福 然後他本身 還有蔣宋美玲 那他們在那邊 討論馬關條約 希望把台灣 歸還給中華民國 他們有這樣的紀錄 Memo 那這個Memo而已 條例 這個不是條例 這是協議 這是一種 紀念 我們談到這樣 假若是這樣 假若是這樣 那條約不是啊 條約是要國與國之間 才有條約呢 我們秘書長講得很清楚 今天這個什麼太陽 太陽學運啊 太陽花學運 為什麼中華民國很清楚說 本來就跟你寫義書而已啊 台灣中華民國 本來就是 不是國家啊 中國很清楚呢 中國跟一個真正的國家來訂定條約 才可以給立法委員民意代表 逐條審核 這個是規定的啊 因為中華民國不是國家啊 當然用協議啊 協議給你報備而已啊 所以老馬為什麼 在那裡騎債 雖然很多人在罵他 在那裡侮辱他 怎麼怎麼去批判他 但是他仍然還是很清楚 因為他是拿到中華 美國的綠卡 他很清楚啊 所以不是一國一國之間 定定的條約 所以今天 那個 在羅 我們看看這個 在羅師傅跟 邱吉兒的開羅宣言裡面 宣言不是定定的條約 所以不一樣 不過他們有一個說 假若是 侵犯別的國家 那你這個台灣呢 不是沒有辦法 就歸還到你的中華民國的土地 那他們也有這樣的誕書 所以還好那時候 在韓戰爆發的時候 美國很聰明 趁那個機會就 在聯合國就控告 然後 也要把這個 中國 來侵犯他國 這一條呢 不要讓這個 開羅宣言被他綁住 所以就控訴 中國到聯合國 在那邊做討論 結果聯合國就接納 那接納美國所控告的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之一 也不是中國的領土 那原來 在蔣介石 逃到這邊的時候 本來按照戰爭法式 已經有 按照台灣民政府 的訂定 或者是去成立 他不但沒有按照 民政府成立 這個組織呢 他反而改為行政長官公署 那這個行政長官公署是 是之前 他前面就是應該要成立 台灣民政府 那蔣介石不做 他就用這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跟台灣警備總部 這個台灣警備總部本來是 要成為軍事政府的 那蔣介石就改變這個方向 所以不是有一次 李登輝 當流亡的總統的時候 本來要 要廢省不是嗎 要廢掉台灣省 美國就 出來 出來干涉 你不能廢省 一旦廢省 就等於 台灣民政府這個存在 也被 被他廢掉 所以可以動省 所以那時候就改為 不是廢省 就動省 所以 凍結了這個台灣省 因為台灣省沒有辦法繼續運作 不過還是有 有這個組織了 只是在等待這個機會 那今天 我們看看 現在的台灣當局 雖然 你不高興他也不高興了 你看 奇怪 我們高砂祖看 因為他說 我們把你當做人看 啊 那 那 其實 在 美國很清楚 只有一個 政策 既然 1971年 1972年 開始 接納了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為 中國唯一的政策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 美國就已經清楚說 中國 一個中國的政策 那今天台灣人說 什麼一個中國 我們還有台灣 什麼把台灣納入到一個中國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政策 不是把台灣納入到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的政策 本來全世界 好像一個國家 中國 只有一個中國 哪裡有兩個 沒有啊 台灣是 台灣 中國 就是中國 中華民國 就是中國 所以 中華民國 底下的 民進黨 也是 中國 民進黨 對不對 有說 中華民國 國民黨沒有 有嗎 沒有啊 中國 國民黨 他也擔心說 是不是 後面 假嘴 台灣 國民黨 他們國民黨 也在擔心 會不會分裂 是最上 中華民國 國民黨 沒有說 中華民國 國民黨 是中國 國民黨 沒有看過 中華民國 國民黨 對不對 所以以前都很清楚了 因為中華民國 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最先的 他們也很清楚 所以 今天 台灣人認為的 本土 台灣人的民進黨 實際上 我們 秘書長 很清楚的 交代說 中華民國 這個民進黨 就是 中華民國民進黨 本來就是 中國 民進黨 那這個都 把這個 詞句弄清楚 不然的話 有的會 誤會了 還有中華民國 在執政的時候 去年 每年的預算 一千一兆九千多億 差不多快兩兆 我本來不知道 這個是民 這個是民的 在中華民國 是一體兩面 裡面有最貴官議員 還是代表 還是里長 還是村長 我本來不知道說 還有民的 預算 還有民的 有民 意思就是 還有暗 還有暗的 暗 暗 所以有民的 預算表 還有暗的 為什麼 有那麼多的 預算 還沒有做好的時候 到了年尾的時候 哇 大家都充公 然後就馬上申請 積極的人 有請求 沒積極的人 不可以請求 所以這樣的事情 都 還是在中華民國 但是台灣民政府執政的時候 沒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做 以後做官員 多少就是多少 沒有說 你看中華民國 預算到 有時候 預算 比本算 還要再高 預算的 還有預備金的 比原來的那個預算 還要多幾分之幾 是怎樣 口袋才有 輕康輕康 我本來不知道 輕康輕康 錢 這就是中華民國 今天 中華民國 雖然是逃亡到這邊 他現在執政 他做了一體兩面 是是而非的事情 結果也已經侵入到 基督教的 機構裡面 我們當中 可能也有 教友 基督教的 或者是有長老教會的 我講一件很 遺憾的事情 讓你們也 我自己也反省 我們 基督教的 教會的會友 也反省 2000年到2002年 我做過台灣基督 張老教會的最重要的幹部 我去處理 彰化基督教醫院 裡面有 彰化人嗎 我們這邊有沒有來彰化的 好 我們把它當作聽而已了 就表示說 基督教還有黑暗的一面了 但是我主持以後呢 他們想要把彰化基督教醫院 成為自己的財產 連底下的 我們長老教會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屬下的 長榮大學 也差一點被幾個董事 南瓜他們自己的口袋 我去主持 我們開了 開會 我在兩年主持的時候 我們開了105次的會 就是為了這個財產 為了董事的問題 那這個董事呢 我們基督教的一個 章誠條例呢 董事一任三年 董事你這個基督教的意願 不是董事的財產 憲罪當事十五位 十五位 十五位當事不是 那個基督教的便宜 不是像中法基督教的便宜 是嗎 媽家也是長老教會的財產 媽家有四間便宜 台東 還有淡水 台北中山北路的總醫院 我在那邊開到的 然後 新竹馬接醫院 彰化基督教的便宜 不是只有彰化的 二臨 二臨 然後圓臨 很多超多十個小被彰化基督教醫院 納入起來 也是蠻蠻強的一個財產權 然後 我們基督教 中路教會的財產 新勞 台南新勞 這也是中路教會的財產 不是只有彰化 長榮大學 然後長榮中學 長榮女中 這是一百多年前 台灣還沒有學校的時候 美國宣教師來到台灣 馬接博士來到淡水台北 你看他們自己犧牲 來撇棄自己的家鄉 來幫助我們台灣人 不是只有基督教而已 他真正是幫斬爛台灣人 一百多年前 以前沒有發達的時候 你看那麼真的是愛台灣的馬接 或是馬雅各 這都是他們的痛心 也是他們自己對上的信用 但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幫斬爛爛台灣人 結果呢 幾個董事要想盡辦法 南瓜放在自己的口袋 所以就差一點要離開 我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那我去負責處理 那我去負責處理 處理而且去調查 調查以後才發現 啊 這樣沒差 還好給我們這樣的機會呢 所以有的平地人說 啊 高山祖萬住民 主持 只是聽別人的話 沒有按照自己 自己的心願 自己的正常的 得力 但是我們看得清楚 因為當初是 對教會來講是 這個當初是 收尾徒的當初 董事是受委託的董事 不是他財產 所以我代表 長老教會 到台中高等法院 台中分院去受審 受審的時候 我第一次進入到這個高等 高等法院裡面 那我就告訴法官說 法官大人 我們教會的財產 整個這個財產都是 不是個人的財產 也不是董事的財產 董事是受委託的 受委託沒有辦法 永永遠遠葬為己有 是 只有受到中會的委託 所以受委託而已 所以沒有權力做霸占這樣的 結果這個法官說 所以我們也打腎臟這個 所以彰化基督教醫院 長榮大學 還是沒有離開長老教會總會 因為前面的總會的議長 都是北對人 碰到高山祖的時候 我沒有感情啊 我沒有親人的包袱啊 我前面的平地議長 一定有包袱啊 現在的朋友啊 當初也是他們的朋友啊 當初頂也是他們的朋友啊 高山祖沒有呢 所以我說 免職 所以我六名懂事 免職 那是基督教一個最大的漢士 也是一個機會 免職 繼續 貪毒的 一個重大的事件 我講這樣的比喻呢 我要說清楚 今天 中華民國就是這樣啦 就是這樣啦 中華民國 受到美國政府的委託而已 受到美國政府的委託而已 台灣不是他們的所管啦 是不是 所以台灣 這個中華民國是受委託而已呢 受到美國的委託 不是陰陰旺旺的 戰友者呢 這樣知道嗎 這樣好 雖然當中有打瞌睡 沒關係齁 我們也很累了齁 要不要唱一首歌啊 剪刀 好 字幕志愿者 政府 高沙族會更多的才藝 來 我們等等看 不是等悔兒 好 這個是教會的一個 雖然是黑暗的一面 讓我們也清楚說 人就是這樣亂玉 但是重要就是懂事 在中華民國的懂事不一樣 不一樣 中華民國的財團法人 懂事是自己的財產 跟教會不一樣 今天所有的公司的當事頂 或是當事頂都是他們自己的財產 這不一樣 所以教會跟一般的都不一樣 好 今天我們更清楚也是一樣 你看中華民國用民主來霸權 來霸佔我們整個的 說我們是中華民國 我們是中華民主 最偉大的中華民主 最偉大 不知道偉大在哪裡 今天我們也聽說中華卡 或者是中國人民共和國的旅行證件 已經準備發了 也有的人台灣的 也已經在登記了 所以 要注意 我想民主長也講得很清楚 也告訴你的親朋好友 不要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旅行證件去簽 你的親朋好友簽署了旅行證件 我們民政府就把它當作中國人來看 那一旦把它當作中國人 一旦碰到把它當作中國人來看的話 就是中國人了 所以這個是非常微妙的事情 所以跟我們的親朋好友 雖然他不相信民政府 但是這件事情一定告訴他們 那誰做中華卡 然後實際上 他們以為是用和平發展 他用認同的理念 讓兩岸統一 這是中華卡旅行證件的一個最大的目的 他們用七個方向來推動這個旅行證件 所謂的中華卡 簽署和平協議 推動文化統和 推動貨幣統和 推動經濟統和 強化身份認同 建立 指格 立性機制 國際共同參與 這個七個方向 這個就是他們中華卡 和旅行證件的一個因素 所以請大家要注意 那今天 馬英九 馬英九 老媽 他第二任的時候 你看 有沒有看到他們的 黨旗啊 這個 藍 藍紅 都一半 這個就是預備 成為台灣民政府的證據 所以他們也在向 美國登記 台灣民政府 用這個方式 所以秘書長說 今天已經差不多七八個 已經登記台灣民政府了 因為他們知道說 原來戰爭法有這個方向 所以越來越多的組織在登記 那但是秘書長講得很清楚 法院誰在訴訟 美國跟台灣 哪一個真的有訴訟 只是爛台灣民政府 那個叛徒 去年 4月25號 叛徒 我們我也參加 我代表高砂組 結果有人說 啊 你們國砂組 主席也是 中國間諜啊 我回到台灣的時候 哇 你是中國間諜喔 我說哪裡有寫中國間諜 那是因為我們提早回來 跟秘書長夫人 還有我們許個林教授 還有另外一個林玉婷 我們四個提早 那就是不配合叛徒的一件事件 那假如說我是中國間諜的話 你看我來來回回那麼多次 去年有四次到美國 日本 那沒有什麼事啊 那假如中國間諜 我早就不在這邊呢 其實中國間諜 對他們來講 不是間諜喔 是 一個自己的朋友了 那今天也是一樣 在 整個條約裡面 這個不必解釋了 大家在初級班也已經講過了 那在外交政策裡面 真正的外交 有邦交的是 國與國才有邦交 那今天 中華民國在這邊自爽 你看 以為說我們真的有外交 但是 看看這個外交的 已經做了很漂亮的 你看在做 一些的設備 然後最高法院 這個是海地裡面的最高法院 是中華民國補助的喔 然後前面這個甘地呢 2009年4月 那時候總統 甘地總統回到 來到中華民國這邊 然後以 總理歡迎 4月喔 到11月的時候就宣布 突然宣布 以台灣斷交 請問一下 這一句話有沒有問題 高級班喔 我是故意寫這樣 看我們高級班 有沒有及格 請問 兩千空高尼四月 那個甘地總統 來到中華民國台灣 之後 好像七個月時間 突然 突然就宣布 然後 跟台灣斷交 這樣對不對 對 什麼對 你們是高級班的耶 是 跟中華民國斷交啦 不是台灣啦 我條工嚇台灣啦 對啦 跟中華民國 我們什麼時候跟別人 跟別人 絆糕啊 沒有啊 要等我們台灣民政府 這樣好不好 這樣好不好 好啊 要看大家囉 好啊 我們再看這個 一體兩面的中華民國 我要看他們的貪污 以為是開放黨禁 這是一體兩面喔 這是什麼飯店 原三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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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民進黨在那開會成立 是不是 欸 奇怪咧 國民黨跟民進黨 本來是朋友黨嗎 不是啊 在那邊衝突啊 什麼都打壓 來問一個問題 來問一個問題 假如說 你跟我反對 然後你有原三飯店 我借你的原三飯店 你會不會可能借給我 會不會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但是為什麼會 就是讓 黨禁開放 表示國民黨 喔很開放啊 但是有一個原因呢 什麼都可以做 但是 中華民國這個制呢 不能改變 這個是 蔣經國已經告訴 新潮流的重要幹部 因為當時 新潮流的重要幹部 是民進黨的重要核心人物 你們可以在原三飯店成立 但是 有一件事情 只有一天 不能改中華民國的國後 只有一天 只有這一件而已 所以 他們有沒有改 到今天有改嗎 反而成為 蔡英文說什麼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哇 講得好聽啊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哎呀 這個都是一體兩命 是是而非 結果已經騙我們台灣人 但是不要緊 人 台灣民政府 沒有好騙啊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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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時間也快到了 我要 這是造勢的時候 是這個 你看 監察院 我要看那個 關稅領域區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台灣 是獨立 一個領域區 這個是因為被佔領的 我們是被美國佔領 所以只有 獨立領域區而已 別的一個國家 正常的國家 沒有這個獨立領域區 關稅領域區 只有被佔領才有這樣的詞句了 好 必須頂水嗎 煙倒嗎 喔 我們看看那個 在 這個都是 控告美國以後 我要 我要 這個都是我們 大家一起盡力的 你看中華民國都在 偏廊 有沒有看到 民國二十五 這個是在 碧潭橋 台北碧潭 是怎麼說民國二十五年 八月 你們有沒有發現 民國二十五年 有沒有突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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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遠的 不大看 那個突出來就是 假造的啦 假的啦 假的啦 民國二十五年是怎麼 他還在賣民國二十年 他還還在賣民國二十年 就是一九二六年 一九三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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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東來了嗎 奇怪咧 就是這樣 他還在賣民國二十五年 騙人 這個都是騙我們的 你看有一次我們都是儒教恐夫者 恐夫子 那我要看的是有很多修心嘛 這個可能是中華民國要準備咬我們 但是台灣民政府他不會怕啦 不會咬台灣民政府 反而他怕啦 好 你看在中華民國裡面在 這個是 清淨農場在南投仁愛鄉那邊 有一百一十二家的那個農莊呢 別墅 只有 只有四家才是合法 難怪今天的賽德克族人啊 高砂族的賽德克族人在南投 武俠那邊 他們底下的水 骯髒的沒有辦法喝啊 因為底下都是高砂族部落 都是他們一百多個清淨農場 當然可能你們有去過了 但是 好 我要看的是一些我們看這個中華民國的 貪獨到什麼程度 美國 這個 這個 木可順這邊是 被判六年六個月 那出獄以後呢 他 他 在跟馬政府進進出出啊 那這一些 都自有 來來去去 你看怎麼沒有辦法被抓 那當然是一定有錢的問題 然後在軍購的時候 六千 一百零八億 你看 當作凱子六千億 這個三十年來的 退休軍公教年終獎金 三十年吃掉了六千億 然後還有中國將軍村 上將村 上將村 不是將軍 上將村 你看 那時候 那時候 一瓶八萬元 賣出去就一瓶百萬元 在台北也不少這樣的例子 有聽到嗎 沒聽到 那同樣的 已經廚藝已經退休的 馬英九上台 還要給他們圍繞 你看有那麼多的 然後 中國人 將近 都是上億的 至少 在2011年3月16號的時候 國防部就 他們領了40億的 好 這個都是不打緊 你看 他們優惠 以這個那麼多的 優惠 那今天我們老人年金 三千塊 六千多塊 那他們是一千 一萬七千到一萬九千的未老 不一樣 好 因為 因為我是牧師 我喜歡用聖經的一個土地神學家 美國的一個哈佛 其實都是意識形態在作祟 那今天中華民國也是用中華民族的意識形態 就像你看有很多的 以後台灣民政府都說這個 那些 那個露名 不是 不是流氓 露名 好 要不要全部改 要不要全部改 你們說的喔 秘書長說你們說的 好 好 希望 將來呢 我們真正的 以前的荒蕪土地了 這個 這個 很臥太太 這個不好嗎 好 將來我們就是希望這樣的土地 這是 這是周族的 還是要回到 這是達悟族 還是要回到他們 地底下 生活得好 很涼快 因為中華民國替他們 蓋房子的時候 你看 那麼大 有一段時間是 租在裡面 達悟族的人 還是喜歡在 地底下裡面 很涼快 以後我們高砂族就是 希望都有機會 你看 都是這樣漂亮 學霸 國家公演 你看這個 現在我們說明會 就是要繼續做 所以我們希望 去掉中國 回歸我們的日本 好 希望 最後一句話說 上族國度的權長 是政治的權杖 喜愛公義 恨惡罪惡 願上帝祝福大家 台灣民間府 要靠你了 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 各位同心 下個休息十分鐘 謝謝